大家好,欢迎来到Doc.io的5分钟系列讲座 上一讲我们谈了如何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 这一讲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在写作的时候 如何具体的定义和描述我们的研究目标 当我们有了一个经过细化的具体的研究目标之后 我们要能够清晰准确的把它描述给我们的读者 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活动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关键点 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方向 第二就是要有明确的边界 首先我们所选择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也就是要指向我们的常委目标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常委目标 也就是go或者m 往往是为了解决一个较为普遍的大问题 很有可能它是和许多别的研究者所共享的 或者说是读者普遍比较关切的 因而往往它更容易为读者所认同和理解 而我们在本次工作中所设定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也就是objective 往往是我们自己所独有的 是我们自己独具会员发掘出来的 因此通常来说这个具体研究目标的意义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明显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指明它的方向 指出它和我们较为普遍的长远目标的关系 实际上是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具体研究目标的意义 从而和读者建立起联系 这时我们往往需要至少用两句话 才能完整的描述我们的研究目标 一句话用于定义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 另一句话用于指明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 对于我们长远目标的贡献 比如说第一句话我们可以说 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是要确定 变量A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对变量B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句话我们可以说 我们提出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 是因为这将帮助我们更好的预测和管理变量B 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 这两句话的顺序和反简程度 可以根据我们想要强调的重点 或者是读者的理解难度做出不同的调整 当我们明确了我们的方向 在定义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时 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关键点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的给出边界 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确的指出本次的工作 包含哪些内容不包含哪些内容 在划定这个边界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中对于这个边界所对应的研究方法 和我们可能得出的结论都要有相应的考虑 我们要问问自己 在边界范围内的研究目标 我们是否有有效的方法 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完成它 第二 这个具体的研究目标如果达成了 我们是否能够去此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这两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 就说明我们的边界的划定是不恰当的 这个研究目标是不合格的 一个好的研究目标应该有明确的边界 相应的这个研究目标的完成度应该是可以测量的 也就是说读者根据研究结果 应该可以明确的判断出研究目标是否达成 所以在描述研究目标时 我们应该尽量的选用一些具有完成意味的动词 在分析性的研究中 一个常用的动词是determine 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目标可以说 to determine whether variable a is affected by variable b 在定量描述性的研究中 一个常用的动词是estimate 比如我们的研究目标可以说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certain variable using a certain method 在这里我还列出了其他一些可用于研究目标的常用的动词 相反的在研究目标中使用 to study或者to investigate这样的动词是没有力量的 因为它们不够具体没有边界 在描述研究目标时 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目标过于宽泛 这包括边界过大或者边界不轻 边界过大则目标不可信 边界不轻则会传达出一种无能或者不自信的感觉 同样的在研究目标中使用hope seek try之类的动词 也会传达出一种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选择的研究目标的不自信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讲我们会来谈一谈如何用批判性思维来简阅文献 谢谢大家